他们是蛮人 但他们本身就很强 这边是蛮人 这边是蛮人 是蛮人 蛮人 蛮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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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1 2 3 2 3 3 2 3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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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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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5 5 6 通过踢球呢 他们可以知道 碰到胆板的时候 这个风速不对 触觉的器官的能力提高了 在奔跑的时候呢 空间感 方位感也会好 他们自身是拥有这种能力的 小的时候有父母啊 有老师牵着拉着 走入社会呢 他们可能就在按摩店里面 就不敢走出去 对自己的信心 对自己的认识 是没有的 带他们出去比赛 信念可以打开他们心扉 他们在社会上 和其他人的交流呢 就更顺畅 多几次成功的积累 你看他不自信都不行 别人能做的我一定能做 别人不能做的我还能做 内心里面就慢慢地强大起来 大的几个每个月整个四五千块钱是有的 来到这补贴就是三百五百的 这些孩子把踢球 淡做了自己想干的事 他们才来的时候就 听好了一出脚 就抓到别人的脚上了 后面不敢踢了 不敢出脚了 两人撞到一块了 你也痛得不得了 他估计也不轻 你一定要咬着牙 几个老队员就说 没关系只要踢 谁叫一声我们发声 所以这些小孩成长得就好快 把这边走 快 快 我们踢跳上去 把一根小子摆就走 快 快 我以后摔了 我就抱着他脚子他摸 哎呀 加油了 又饿死 又饿死 哎呦 这边痛哟 老师 好 别说了 痛哟 痛死我了 在学校呢 很多时候 没人跟我交流的时候 我可能会 自己一呆就是一天 对于全忙的人来说 发展的空间确实是太少 一辈子就去做推拿 都会比较乏味的 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 能够进入球队来训练 真的 在我人生的道路中 真的是 就像给我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一样 能够在这条路上面 披荆斩棘 拿到一张张奖杠 我们还是很强的 也梦想了以后 能够代表国家队能够出战 在我的生命里 这段踢球的经历 就算是一次最绚丽的战法 在此时 便是东西 上海亚 他们连过来 非常好 所以 从来 下面